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之前都有提過 走路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每個人都很容易做到 最近也看到文章問 就是世界組織也認定了 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運動 在數據的統計 我們每走一步 可以推到人體50%的血流動起來 令到活血化羽 也可以擠壓人體50%的血管 簡單做一個血管的體操 至少可以運動50%的肌肉 有助於保持肌肉的重量 近年來 香港人的人均的壽命 已經是世界上最長壽第一 已經超越了日本 我相信和香港的地理環境 我們日常生活中 因為都需要走很多路 尤其是近期香港 香港被世界發掘到 香港的行山徑 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 當然有一些是很越級挑戰 那些是不同的 但是一般性的路徑 做得很好 風景是很美的 近年來也有很多人去了行山 可能就是這樣可以解釋到 多了人去步行行路 令到長壽比率高了 袁先生是嗎 這次我都聽到 很多人喜歡去行山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香港行山的環境是一流的 以前我也不知道 當然我們小時候 我住在北角 很多人去塞西湖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的活動 去行山 去山溪那裡 那時候有水塘仔的 有時候走一下 去笑一下 很流行的 但是最重要的不同的地方就是 香港那些行山的環境 是很方便的 其實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找到很漂亮 比香港也有 但那些地方 很多時候是 要開幾個小時的 車 去一個很漂亮的森林 那樣 但這些不是 那麼方便的 香港那時候 真的可以這樣說 香港很多人 每天都可以做的 每天這樣 居下就生的 你知道 香港以前是一個山來的 一個海島 一個山仔 所以呢 變成山路是 很多很多 是很方便的 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它那麼方便 所以令到很多人 差不多 可以當是每天的神操 每天都可以做的 那跟一些 就是跟很多的地方 是很不同的 我自己住過多倫多 我住過美國 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都去過 麥以本 那些 但是真的是 那些有漂亮的地方 那你去森林 去澳洲 兩三個小時才去 可以見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 香港的特色 香港的一個福地 那 那這篇文章講 大家都知道好處 但這篇文章是綜合了 十九條憶處 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十九條憶處 好了 憶處第一 增加記憶力 隨直年來的增長 人的記憶力 都會慢慢退轉 暴行令到增加記憶力 記住每天早上載路 記憶力會越來越強 第二 它會打開經驗 長期坐在辦公室 沒有注意身體 經驗僵緊了 身體會有些 有些不同的瑕疵 瘡仔 堅持行路 這些皮膚 那些血液循環差 導致那些 都會減少 好 第三 就是疏通的脈搏 經驗不通 脈搏當然會僵緊 全身很緊張 很僵硬 每天 如果行半個小時 全身都放鬆了 第三 心身輕安 心身不和 心身不安 心身不平 心身疾病 都是來於氣血不通 氣血不通的原因 經驗不通 所以 心身都不會自由 通過走路 氣血暢通了 心身就自由了 這方面 和所謂報禪 善痕 都是有關的 心身輕安 第三 增強心臟的功能 不喜歡運動 當然心臟不好 報痕能夠 增強心臟的功能 令到心臟慢了 和有力 OK 運動多的人 運動足夠的人 心跳是慢些 效率高些 第六 打通血管 在醫學裡面說 暴痕能夠增加血管的彈性 減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 也能夠增強全身的彈性 第七 增強肌肉力量 生活沒有規律 所以生活的肌肉僵緊 沒有彈性 沒有力量 通過報痕之後 會增加肌肉的力量 和有強健的腿力 足力 筋骨 和關節都會靈活了 第八 通脹血液循環 人體的血液不通脹 因為經絡和脈絡不通 人就容易病了 暴痕能夠打開經絡 增強人體的血液循環和生存代謝 第九 減少五臟的疾病 五臟六腑需要運動 如果不運動 自然就會硬化而得病 因此暴痕可以增加消化腺的分泌功能 促進腸胃有規律的餘動 增加食慾和五臟六腑彈性的功能 很多疾病都會好 前天我在回所浸浴 就是去Will Poo Park 見到在池裡有兩位人 有兩位人經常聊天 大家就問候大家如何 其中一個很有趣 她說我最近打蝦 最近做什麼運動 她說我最近打什麼打什麼 再做多些運動 為什麼呢 她說她最近腸胃差 很多人都是 消化五臟 她覺得要做多些運動 她說在那裡去打球 第十一 治療三膏 三膏當然醫生習慣了開很多藥 其實沒什麼效果 不如走路 五個月就會減了50斤 三膏 變成三和 就不高了 暴行對於預防高血壓 糖尿病 肥半症 習慣性便秘都有很好的作用 第一 精神快樂 根據狀醫學說 定時堅持的暴行會消除 心臟缺血性症狀和減低血壓 令身體人體消除疲雷 精神愉快 緩解心方心跪 人不愉快和血性有關係 暴行能夠減少血糖 血脂 排除血乳 血症等血裏面的垃圾 血裏面沒有垃圾 血裏面沒有垃圾 血就通暢 人就會愉快 這是狀醫學裏面的說法 第十二 就是體型美麗 人美麗 人美麗和不美麗 和血性當然有關係 人的血裏面沒有垃圾 人一定美麗和美麗 血裏面的垃圾多 人自然就不美麗 所以暴行能夠排除體裏面的垃圾 和血裏面的垃圾 減少人體的腹部脂肪的聚積 保持人體的形態美 即是先縮肚腩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看到 經常行山的人 很少有些大肚腩的人 第十三 減少心肌緊失 醫學裏面說 心肌緊失主要是血氣不通暢 血氣不通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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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造成 暴行能夠減少血型快的形成 減少心肌緊阻的可能性 第十四 增強腎的功能 人本身都是懶惰的 都不在意做活動 長期坐的時間 就會雙腎 造成那個腎虛 腎炎腎結石 腎功能衰退 所以神功血不足 肝血就不足 肝血不足 肝血不足 心血不足 就開始生病了 為了治療食藥 增加腎的負擔 暴行能夠減少食藥 增強腎的功能 第十六 大腦會清醒 經常在電腦裏面 經常在家裡看書 寫著文章 大腦會不會清晰呢 走走走 接受戶外的新鮮空氣 大腦思維活動變得清晰 靈活了 明顯消除大腦的疲累 減少了 提高了學習和修行的能力 第十六 增強視力 經常看書 打電腦 發微信 太多 當然視力會退化 有關專家的測試 每星期步行三次 每次行一個小時 堅持四五個月 和一些不歡喜運動的人 相比 喜歡運動的人 會變得敏銳了 視力和肌力都佔了優勢 第十九 炎炎益仇 生命在於運動的意思 步行一種靜中有動 動中有靜的健身方式 可以舒解神經肌肉緊張 穩定情緒 這種是一種自然的長壽方法 第十八 開發智慧 人的蠢不蠢 和血性有關 人的蠢蠢多 人自然變成愚蠢 愚蠢的人無法開發智慧 定時堅持暴行 能夠排除血裡的垃圾 消除疲勞 精神愉快 舒展心方心跪 消除肺氣污染 對強身健體 靈活活潑提高智慧 所以健康 記住行路行路行路 最後便益了大腦的健康 知道行路是戶外行路 戶外行路 大腦釋放更多愉快的激素 所以很多人喜歡去運動 即使只能一個人 迅速運動 緩扒也好 覺得像 proven來ev sting 因為Thisあります 會產生身體的愉快激素 扁 Market 戶外完成 那個湾的孕解 比室內棚機器更有益 energy 增心你的健康 袁姨先生再幫我們綜合了 這個世界組織裡面發研究出來 分析了出來 步行的好處有成十九項那麼多 也都看到 即是很簡單這樣 你去行 不需要說是很急 但只可以定期這樣去 慢慢享受一下那些 當然在戶外的 譬如假期的時候 去一下行山 出去再吸收一下外面的空氣 裡面有很多的微元素 那些也是有益我們的身體健康的 好的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袁姨先生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姨先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姨先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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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